每年到了五一劳动节 就会出现劳工可以放假一天 但军公教人员却得上班的尴尬场面 多年来争取将劳动节 纳入国定假日的全国教师公会 召开记者会 呼吁国会能够积极立法 对主流民意给予积极回应 其他人他是劳动者 但是在劳动节这一天是不能放假 除了大家讲的军公教警消之外 我讲医护人员 立法院的一个公务员是要上班的 那助理的部分他是放假的 其实在整个一个整个现场 劳动的劳动者的一个分化之外 还造成很多生活上的一个不变 不止五一劳动节放假 出现一国两制的情况 就连消失的九二八教师节 全教会也希望能恢复成为国定假日 给予广大的教职员员至高的尊重 老师还有我们是有试用劳基法的 特别在幼教现场 我们的一个教保员 他是试用劳基法 那幼儿园里面又有老师 所以他里面光这两种身份 都是教育者的一个身份就有差别 在放假上就产生一些差别 出席记者会的立委 许新银和麦玉珍 也承诺积极争取将两个节日 纳入国定假日 并将召开公听会广纳民意 期望最快明年就能正式实施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过年以后 咨诈会订阅 自己也会夜晚 女士们请alım 好